夜色中大批美軍將氣球殘骸從海中打撈上船 这是美国用飞弹打下中国气球后公布的最新工作进照 未来将进一步检查气球内是否存有中国间谍装置 引来中国跳脚要求还回气球 更痛批美国用飞弹打气球是小题大做 但其实中国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 还拍成纪录片自吹自雷 小粉红还制作各种梗涂嘲笑美国反应过渡 中国间的气球重创对美关系 就连反国素质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直言 气球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至于国内要如何因应未来气球票台 这个空飘气球票来台湾是否就相当于 丑部长所说的符合第一级的规范 我们的情节征系统如果掌握到之后 我们会针对他威胁的程度来实施判断 那一定判断如果说具有威胁 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相关处置的规定来应处 应该有一套的SOP跟处理的机制 向所有台湾人民报告清楚 你如果含糊表达 只是会让人民更担心 中国气球如果入侵是国安一大漏洞 更有民进党立委主张 必须像美国一样急落回收 但民众党立委看法大不同 主权不容侵犯 那彼此要保持冷静 用审慎跟严肃的态度来面对每一个问题 最重要也要启动相关的对话机制 就怕担心误判情势 让两岸关系更紧张 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华氏新闻另外与刘未成 SOP小桌舞台报道